你好,小王子妈妈,我来家访一下 是汉堡老师,你怎么来了,请进请进 没事,我这次家访就是想了解一下 小王子这几天一去学校就睡觉 整个人无尽大赛的 成绩也一落千丈,从年级低到现在第五十 怎么可能,我家小王子一直都很乖 对了,小王子呢 您这么一说也是 平常这个点早就应该回家了才对 啊,他没回家,是不是没考好,你家出走了 什么 老师,我去找找他 我和你一起 小王子,小王子,你在哪儿,小王子 小王子妈妈,你先别急,我们回家看看 那再不行,就去紧张及报警吧 好,小王子,你快回来啊 啊,累死我了,今天终于存够钱了 小王子,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是不是妈妈做错了什么呀 妈妈和你道歉,你不要离家出走啊 妈妈,我,我没有离家出走 那你去哪儿了,妈妈担心死你了 我,我 还有,你最近到底怎么了,老师都在家里了 说你无精打采的,一上课就睡觉,成绩也下滑了 也,都被你丢尽了 你知道妈妈一个人养你有多辛苦吗 老师妈妈,先别打孩子啊 呵呵,妈妈,不是的,就是 下课了,孩子们,过几天就是母亲节了 相信大家,也觉得自己的妈妈非常辛苦 今天回去以后,就问问她想要什么东西 然后,给她一个惊喜好不好呀 好,妈妈,想要什么东西吗 妈妈什么都不需要,咱们家穷 妈妈只要你尽点康康的就好了 不过,要是你爸爸还在的话,肯定会给我送花的 但是,你爸他 算了,不说了,这是妈妈买的烤鸡,你快吃吧 妈妈,我们一人一半 不啦,傻孩子,妈妈已经在路上吃过了 妈妈每次都说自己在路上吃过了 但是我知道,妈妈只是想多让给我吃 妈妈从来都不舍得为自己花钱 我一定要为妈妈做点什么 哦,对了,我可以这么办 只要我晚上去捡垃圾,白天去卖 这几天,一定可以存够钱,给妈妈买花的 可是,这么大的雨 妈妈只要你尽点康康的就好了 这是妈妈买的烤鸡,你快吃吧 不行,我一定要存到钱,送给妈妈 对不起妈妈,我不该熬夜去捡垃圾的 我算好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我今天已经存够钱了 对不起,是妈妈错了 妈妈不应该打你的 傻孩子,只要你健健康康的 就是妈妈最好的礼物 好了,别哭了 妈妈,我错了 以后,我会认真学习的 再也不熬夜去捡垃圾了